焦点APP 外交部长林永乐今天一早就紧急召开记者会 强力谴责暴力行为 已经要求越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障台商的安全 而目前并没有打算要撤侨 究竟呢目前的越南最新的情况如何 今天我们特别连线到了中华民国越南国会议员友好协会的秘书长 也是我们驻越南的台商肯信集团董事长郭玉婷 来帮我们做最新的说明 而以下就是这一段最新的访问 董事长不好意思 能不能先帮我们说明一下目前 就是台商目前一个最新的状况好不好 你们是集中在某个地方吗 还是说分散在某个地区 目前很多台商四散各地 各自找地方做一个安全的一个自己保护 那目前在我办公室这边 因为我们办公室是位在一个平昂省的四星办店里面 所以昨天我们就协助开设这个台商的一个紧急应变的安置中心 那现在昨天晚上是总共 我们也透过我们地方公安的关系去协助营救了一些台商出来 那总共在我们这边大概有240位台商 到昨天晚上为止是240位台商 今天的清晨为止 那目前大致上一切 因为今天 刚刚平昂省外务厅的副厅长 副厅长也派他过来 我们公司跟我们这些台商 在这里的台商做一些报告 那他们也非常地道歉 他们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子的严重 真的他们也尽全力在 因为到现在连越南这里的平昂省的公安 也为了保护台商 死了一个公安20个重伤 所以他们现在连公安都在攻击吗 公安昨天晚上在保护台商的时候 一个被攻击致死 那目前台商有受伤的状况吗 或死亡的状况吗 我们真的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全面性确定的资讯 但是目前我们知道 从今天晚上到现在 知道是有三位台商受伤 只有是受伤而已 是受伤的状况就是了 是不是 真的不知道受伤多严重 但是就是受伤这样子 是 董事长那边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当初你们第一时间 是怎么样发现情况不对了 从昨天的中午开始有 大家有开始发现有一些 这个游行示威的 他一开始还算是平昏的游行示威聚集 但是后来自然他 就我们目前这个越南的相关单位 跟我们公司这边讲的是 他们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游行示威 让他们做一个情绪性的先进就会离台 但是没讲到群众的这个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功能 比较可能是在 对一些某一些特定人士 做了情绪性的煽动 所以在最后变成又有暴徒的加入 他趁火打击 所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公司第一时间有遭受到攻击吗 我们公司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这里投资保全 我跟地方省长副省长 还有公安跟我们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我们公司是完全受到保护的状态 您知道的台商有部分是有被攻击的状态吗 有但是我真的不能 我不知道现在因为众说奔营 加上有很多在越南 也在一直在台湾为我们发生的这些台商 讲的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示 那我只能这样讲 我认为在我们总部这边 我们能做到尽量协助 从昨天下午开始 我们就一直尽量在协助 安置这些需要安置的台商 其他外面也许想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有一定 损失很惨 这种有很多工厂被中火 但是我们目前 还没有听到有台商被攻击 在重伤以上 但是有事受伤的这样的例子 不过董事长 我能不能请教您 您在越南已经布局多久 待多久的时间了 我过来越南七年都将近八年 是 您之前有发生 就是说在您布局的这段时间 七八年的时间 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暴动吗 从来也有 从来都没有 OK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你是如何就是 赶快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呢 我们因为这里的公安系统 有逆刻的告诉我们 要我们小心 这个整个情绪 好像有点难以控制 那我们加上台商会 平阳省台商会的会长 现任会长 我必须要强调现任会长 因为他人在越南 现任会长 平阳省台商会会长 是目前唯一在平阳省的 一个会 现任的会长 是 他昨天马上跟我们联络 要求我们协助成立这个安置中心 所以我们就跟他合作来 由台商会这边协助 我们这边处理这个场地 然后又要求这个官方来协助 那马上就成立了 这个安置中心这样子 其实我们真的也没有经验 那只能在第一时间 再尽全力去 去做一些反应这样子 你们所以你们现在的安置中心 可以说是安全吗 刚刚外务厅副厅长来到我这里 他在我这边跟所有在这里 台商保证两点 第一点在这个办法 绝对保证安全 第二点是如果我们有台商 希望前往机场 外务厅会派车 保护我们前往机场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整理这些名单 想要离开前往 胡志明机场的人员名单 所以现在目前有许多的台商 是想要先回到台湾是不是 就有点撤侨的这样的动作吗 有蛮多已经前往机场 大家都自己用各种管道前往机场了 因为我们这个在台湾掌握了相关的讯息 说这个报名 已经说这个要前往机场这个包围 你掌握的这个讯息 是有这样的状况吗 是没有错 但是刚刚在大概三四个钟头前 我们这边的 在我们本来在我们饭店这边 安置的这个台商 他们有已经前往胡志明机场 已经回到他们安全主打机场 那目前机场那边 没有机位的大概五六十人 那我现在他们有在整理名单 要回船过来我们办公室这边 在跟我们目前饭店内的 希望回台的这个名单 就一个家总 那外交部有跟我们联系 那也很感谢外交部的部长 部长是在第一时间就跟 就做过这个书清权书委员 在帮我们协助这一切的事情 所以那个董事长问一下 就是说您在那边布局了七八年之久 那您的了解 过去越南民众对于台商 他们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 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那跟中国大陆相较比较起来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一直以来 越南真的是对我们台商 我觉得对我们是最亲近的一个国家 哦是 而且平洋省来说 为什么平洋省会聚集最多的台商 也是因为平洋省对台商 有特别的一些 对我们的友好程度 真的是比其他省份还要高 但是所以我们也很纳闷这一次 那么目前我们听说 有很多是从其他省份 游离过来的一些特殊分子 在在翻动这整个情绪这样 哦是哦所以这些报名 是有时候是从其他省份过来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 不过我们想了解就是说 所以这一次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您个人来讲是非常惊讶的是不是 我很惊讶 但是在怎么惊讶 我们还是会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没有想要 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台商上面 就是说这个布局上面 会减少对越南的投资 或者是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投资 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必须这样讲台商还能去哪里 台商还能去哪里 那就我所认识的这周边 因为包括新加坡政府 在这里新建的公益区 都是交给我的公司 在做销售平台 然后我提供所有的这个 因为我这里有我自己的码头 还有运输公司 还有保全公司 还有税务公司 我提供的是一个整模式的服务平台 以前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一切都很OK 但是问题是 就算我们回到台湾 我们能做什么 台湾新闻的协助 包括今天 昨天晚上在这里 有很多台商 他们也在问说 如果要离开越南 我们还能去哪里 所以基本上 我想请教董事长 就基本上 您看您这次的损失 有评估过吗 我们公司实在讲 目前都没有损失 那非常幸运 其他您了解 其他就是跟你一起 在一起的台商 他们的状况呢 是惨重 有很多工厂是被烧掉了 董事长您刚提到 就是说 是我们还能去哪里 那他们这些被 就是公司在那边被烧的 他们的想法 你们在沟通过之后 可以理解吗 现在有很多台商 他们希望 当然他们会希望 能够回到台湾 是 我们现在在整理这些名单 看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 我可能在17号 我会回去台湾 如果可以回去的话 那如果到一个段落 我会先 我会回去台湾 那我们再来看 这些名单怎么分 台湾这边能够怎么 我们台湾这边 能够协助我们 这些想要回到台湾 这场的民众 因为毕竟工资成本过高 是一定 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 是 所以这个后续的问题 还必须要去解决 所以董事长 目前状况 您刚刚提到 您非常幸运 公司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其他的台商 可能损失相当的惨重 这个后续的 这个有人可以帮 协助你们去 跟越南政府求偿吗 我听说外交部 现在也在讨论 这个随着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可能只能透过外交部 那个协会那边 可能这个协助你们吗 台商会 因为台湾并不是 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是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尴尬 我了解 所以就基本上 所以只能透过外交部那边去做协商 跟求偿的动作就是了 我想还是就结合台商会 大家一起来努力看看 是 这个第一时间 你会觉得越南政府 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动作太慢了一点 我必须这样讲 在你遇到一件 你从来措手为止 扶掉为止 它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一般人 我们的速度难道可以 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吗 我相信 就算台湾政府 如果面对到 像这样子的出发性的 从游行的思维 转变成暴力行为的活动的时候 也许台湾我们有足够的 并电能力 但是越南政府 因为它是共产国家 从来没有保持过这样子的事情 他们很压抑 为什么这次人民 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出现 因为台湾这边有一些讯息 这个讲的是比较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他是说 这个可能是 越南政府 默许这些报名 在那边要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发泄他们的情绪 您的观察呢 我必须这样讲 以前如果大公示威 他们会用这样子的 默许的态度 让他们宣泄情绪 但是以前的大公示威 也都没有造成 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这一次 因为不知道 莫名的原因而 变成 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越南政府 昨天发生事件 昨天半夜的时候 河内中央政府 已经派了两千个 两千个军警过来平阳省 今天早上 空军的直升机 也在空中巡逻 我看哪一边 还有聚集这些暴民群众 他们目前状况 是这样在处置 所以你是有看到 这个越南政府 有在动作了 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 您就是说 刚刚提到 政府您觉得说 现在还可以提供 你们什么协助 如果有很 现在面前的机场 据我所知道 有五十几个人 是没有机位的 我不知道后续 还会不会再增加 第一个当然就是 不管 我想这样 不管有多少人 要准备要回台湾 能够让他们 稳定的心情的话 就是准备好 这个可以撤离的飞机 那其他另外一部分 就是还有很多的台湾 他们想要留在这个地方 继续努力的 我们怎么在后续的 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 给予一定的协助 外务厅的厅长 现在刚刚在十分钟之前 到达我的办公室 厅长跟副厅长 两个人都来表达 他们最深的建议 然后也提到说 他一定会尽全力去 提出一些优惠政策 让台湾可以继续在这里 这一些优惠的政策 让他们能够进行下去 这样子 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越南政府也会 现在也在第一时间 跟你们做出保证 就是说 你们的人身安全上面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现在目前是状况 我们的外务厅的厅长 还有副厅长 现在很多在这边 他们都有这样子的构想了 是 郭总市长 不好意思 请问您这个有 在那边有跟那个 就是大陆的那边的 厂商有接触吗 最近我们也学习一些 路干嘛 是 路上我们 但是我真的尽全力 我也不敢收太多 那个路上路干 我目前有一些在我这边 但是 就 我只能尽力这样子 了解 所以基本上 你们也在协助他们 就是说希望 他们也可以保护 他们的安全就是了 不好意思 我不敢讲这样子 因为我真的怕 会影响到台商 那我都 可以带过来的 力感这样子 是 好 我了解了 OK 那个 郭总市长 那也就很希望 您可以尽数的 这个很平安的 可以这个 回到台湾 那也希望你们那边 可以一切的平安 那就先非常感谢 郭总市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